欸 哈喽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现在啊 手机的功能是越来越多了 不管你是要用手机找美食 找停车位 还是要用Google Map导航都超级方便 很多人呢 离开了手机就好像回到了原始人时代 什么都不会做 也什么都不能做 但是呢 总是有一两个粗心鬼跟堂堂一样 常常呢 手机带在身边不是泼到水 更惨的啊 就是把手机掉到马桶里面 是不是 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 所以今天堂堂就要带大家去找门路 帮你的手机保险 让你就算不是防水大厂的系列 一样可以晋升成超级防水手机 随着时代在进步 科技当然也要越来越人性化咯 现在市面上随处可见手机防水镀膜的服务 但是堂堂今天要告诉你 在选择手机防水镀膜的时候 有一个你不可不知道的秘密 那就是许多防水镀膜的技术 其实都必须要先经过拆解手机的程序 到底这会对消费者的权益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手机对于原厂来讲 你只要拆过手机 动过手机的内部 对于原厂的认定来说 它就已经不具备有保固的一个责任 那只要你动过机 拆过机 它们就认定你有做了人为的破坏 那相对的里面基建有更换过 可能就会造成内部的一个影响 要让手机能够防水 却又不想失去原厂保固 现在已经有国内的业者 发挥了台湾坚强的研发实力 全用布商主机版的高科技环保奈米涂料 首创了奈米硬防水镀膜的双专利技术设备 能够一次满足消费者的所有需求 我们这个设备在开发的初衷 我们就是保有客户的一个手机的保固的问题 那我们在不拆机的状态下 我们的环保奈米涂料 把它做了超音波的震荡 让它产生雾化 然后让它完整的进入到手机的内部 然后去批复在各个的电子零组件上面 然后达到防水的一个机制 从透明的机器中可以看到 细小的奈米材料靠着超音波震荡 雾化成白烟 均匀的渗透到手机里面 让手机由内到外形成全面的防水涂层 整个过程只需要30分钟 不但比以前更加的快速方便 透明的包膜过程同时也是对消费者 手机资安的另一层保障 手机有多防水 我们说的不准 实际来做测试最准确啦 所以韩老板 我今天要来挑战你们家的硬防水镀膜 随你来 对 好 我自己 你看唐唐自己已经准备好了水 所以我要来了 而且我们还有iPhone在里面 超心疼的 唐唐 这不是这样测的啦 不是这样吗 我们是这么测的 诶 你真的要弄下去 对 哇 天哪 这万一档机还得了 我们来试试看 其实它刚刚已经基本上这个水量很大 可是 诶 你看 其实它也不会因为说有水在这个萤幕上面 所以你会好像触碰很困 完全不会 好 但是 各位观众朋友你们也知道 我们观众朋友就是不容易满足 光是这样还是没有办法证明说这个东西防水功能很好 因为你也知道很多人都喜欢把手机倒到厕所里面 玩一玩玩一玩站起来 哇 噗通就掉到厕所的马桶里了 可是那个水声 而且水量也都比我们现在零的这个还要多还要大 那接下来要怎么办 我们要挑战更高难度的 可以吗 没问题 好 哇 变出这么大银钢水 我们这次是玩认真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赶快来模拟 堂堂平常最常发生的意外就是手机掉到马桶里 而且啊 堂堂还自己准备了一支全新的对照组哦 韩老板我们要来PK了 这支是完全没有镀膜的 好 你要拿iPhone啊 没错 好 很刺激哦 那我们就准备来试试看了 1 2 3 哇 心很痛心很痛 哇 好 那其实观众朋友你已经可以看到 那只小只的其实 他现在一只在猫泡 你看 他其实已经好像有一点点要撑不住的样子 已经要死掉了 那二话不说 我们赶快来打电话看看 我们韩老板那只还有没有活着 响了响了 喂 韩老板 接通了耶 对啊 韩老板我刚看我在放手机的时候 我很紧张 哇 你很淡定耶 当然啊 对我们的产品有信心 所以我们这次的这个手机测验 就算是大成功了 耶 强大的防水功能 再加上输水输油的耐敏技术 就像是帮自己的手机买了保险一样 再也不用担心任何突发的意外状况 而未来业者也将大力推广这项最新的 专利技术与设备 持续扩展更多元化的通路 为消费者提供更完善 且全方位的手机防水服务 让我们的科技能够真正的贴近人心